是求以长方形上的一个顶点为10点 而终点在另一个顶点的向量 总共有多少个不同的向量 好,我们可以来看 假设我们取了这个第一个顶点 那么我们往右可以得到第一个向量 而往下呢,可以得到第二个向量 以及我们的对角线第三个向量 好,接着我们来换另外一个顶点 好,换第二个顶点 我们一样的向左,向下,以及向对角线 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了六个对角线 好,那接着呢,还有继续的其他顶点 我们一样也来把它做出来 好,橘色的这个点 如果呢,我向上 好,还有再来要向右 好,可是向右的这个呢 和我们蓝色的这个已经重复了 好,那再来 还有一个对角线 好,最后一个 好,向上呢 跟橘色的已经有了 那向左 好,跟粉红色的也有了 所以呢,我们只剩下一个对角线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结论总共有几个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哦 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粉红色的擦掉 好,所以你看我们就会有 长的地方有向左,及向右 而宽的地方呢,有向上,及向下 而对角线的部分呢 两条对角线各有 去跟回来两个方向 所以总共就是会有四组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八个不同的向量 好,谢谢大家